在 1953 年的 6 月 2 日 27 歲的伊麗莎白二世 在倫敦西敏市接受加冕 他在祭壇宣讀了加冕誓言 發誓要維護他能力所及的正義及法律 而且要捍衛英國的國教 就是基督教的信仰 接著他接受 坎特伯里大主教的聖高尤儀式 當他接過皇室的權杖 保囚 袍子和王冠的時候 惠眾齊聲祝賀 願上帝護衛女王 女王就回應 我在這裡所承諾做到的 會永遠來實行 願上帝幫助我 女王在位 63 年來 英國雖然經歷了許多的危機 但仍然名列強國 國泰民安 這是上帝的祝福 在西元前的 914 年 尤大國也有一位 敬畏上帝的君王亞薩 他登基作王的時候 國勢並不穩定 也藏有外國人來侵犯 異教崇拜又死灰忽燃 但是亞薩王敬畏上帝 忠於信仰 而且正直公義 有一次 古時王謝拉來侵犯猶大國 亞薩王出去迎戰 他就向上帝禱告 上帝就幫助他 擊敗了古時軍隊 當他們要返回首都耶路撒冷的時候 上帝的靈就感動了先知 亞薩利亞 他勉勵亞薩王和他的百姓說 你們要順從約和華 約和華必與你們同在 並適予平安 亞薩王聽見這話就壯膽 在全國各地除掉偶像 又在聖殿裡面 重新修築約和華的祭壇 建立了宗教禮節和規矩 在亞薩十五年三月的時候 全國的百姓都聚集在耶路撒冷 他們從戰利品中 取了七百隻牛七千隻羊 獻祭給約和華上帝 百姓就一起聚餐 歡喜快樂感謝神 高聲發誓要遵守上帝與以色列人 在西乃山所立的約 通過這個莊嚴的誓言 重新恢復與神的緊密關係 亞薩王總共在位四十一年 上帝就誓給他們 誓盡太平 國泰民安 願我們同心敬拜約和華神 藉著耶穌基督的獻祭 成為蒙府的國度 領受全國性的興盛和平安 太平安 Symción 多吉康 cią 甚至 葬 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